大家好 我是台南文威公演金的長工 今天這個影片又是 工商服務 但是這個工商服務是有一個特別的 情況 是這樣子 我店裡面有一個日本手工匡 賣得很好 叫三本龜 這是一個相當知名的品牌 這個品牌他有換過代理商 現在的代理商是萬聖 就是代理美金龍 Kiyoyamoto的代理商 那之前不是 我是在萬聖 還沒有代理三本龜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賣三本龜了 所以在好幾年前 我就開始引進三本龜 這個品牌在我店裡面銷售 那賣到現在 其中有三支 就是他是霧面的 然後他的金屬的電鍍有沒有 產生了一些那種 因為時間久有一點點那種氧化的那種小瑕疵 不明顯 但是有一點點 有點那種小瑕疵 那我就麻煩說 萬聖 因為是三本龜的框 然後現在是你們代理 如果這個框 以前不是跟你們買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幫我寄回日本 請他們 處理這個電鍍上的這個問題 然後當然 當然就是看 處理的費用多少 當然是用我們這邊負擔嘛 就是請他們公司代為 幫我們跟日本的原廠做一個溝通 事情是這樣子 他們公司就幫我們把那三支眼鏡 寄回日本之後 結果 後來得到的回應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萬聖的老闆就直接說 我直接換三支新款的三本龜給你 各位你們聽得懂意思嗎 我就說 第一個 雖然說都是三本龜 但是我之前這三支三本龜 不是跟你 不是跟萬聖買的 是跟萬聖的上一個代理商買的 那我只是拜託 已經算麻煩他幫我處理 結果 他的處理方式 竟然說直接幫我換三支新的三本龜 新款的 不是說換同一款 他就把他現在新的新款三本龜 拿來說你隨便挑三支 我幫你直接換換給你 各位你們覺得很感心嗎 我直接說這樣子不好 因為這不是跟你買的 你把那三支框還我就好了 然後他們說 為了三本龜 這個品牌在台灣的一個銷售 跟他的形象有沒有 他們的老闆決定這樣子做 那我就說 好那這樣子OK 那我當然 我不可能就真的 三支 我真的給他挑三支 我就挑了 多挑了幾次嘛 所以 這個時候會不會是他的計策 沒有啦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萬聖公司 就是這樣子做 所以呢我們就把他旗下的兩個品牌 因為我們要 我為了想要感謝萬聖公司 那最好的感謝方式是怎麼樣呢 就是把他的眼鏡多賣一點嘛 對不對 就是多賣一點 然後我可以再跟大家再多多訂一點貨啊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盡量幫他多賣 他的眼鏡 所以呢 他旗下的兩大日本手工框的品牌 三本龜跟Kiyo Yamato 這兩個品牌 我們幾日起 只要在我們店裡面 驗配這兩個品牌 任一款式 只要是這兩個品牌 Kiyo Yamato 跟三本龜 任何一個款式 那競片呢 我們就直接升級 德國三大品牌 然後消費者認選 譬如你要這三大品牌 羅登斯德 蔡斯 歐特 三個品牌 隨便你選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活動的一個大綱 那詳細我們大概解釋一下 因為 有在我店裡面配過眼鏡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鏡框上面 會有我們自己的標價 不是原廠的建議售價 是有我們的標價 那我們上面的標價呢 就是配到好的價格 就是說你這支框 然後如果說搭配一副那個 台灣的廠商 台廠的1.56的一個鏡片 配到好的價格 OK 所以現在呢 就是說 像以三本龜這支膠況來講 我們的標價是 一萬零六百 正常來講 如果說你對鏡片 一般你的度數不特別 近是八百 閃光兩百以內 然後你對鏡片不要求 那配到好就是一萬零六百 就是這個價格是包含鏡片的 現在一樣 如果說你配 譬如說以這支膠況來講 一樣是一萬零六百 但是鏡片呢 我們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德國三大品牌 歐特 羅頓斯德 蔡斯 1.6 飛球麵 近是八百 閃光兩百以內 就是直接幫你用 歐特 蔡斯 羅頓斯德 1.6 飛球麵 OK 就是一萬零六百 這樣應該很容易理解 那後來我想到了 因為其實三本龜 它有很多款式是特別適合高度近式的 像這個系列 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我講過 這是我目前看過配重最完美的一組鏡框 所以你高度近式戴起來呢 你不會因為鏡片前面比較厚重 造成頭重腳輕 而且 它的鼻墊是這種減壓鼻墊 那 等一下我再介紹 我們這次進的三本龜新款的 兩個款式有沒有 也是同樣 有這樣子很漂亮的配重 而且對於鏡片厚度的修飾 也有特別的一個設計 等一下我會做介紹 那 至於高度近式呢 總是要給高度近式的朋友 一點福利嘛 第一個方案是 德國三大品牌 1.6 飛球麵 這直接升級 就是免費升級 OK 另外一個 如果你是超高度數的 譬如說1000度以上的人 1.74 但是先算1.74 只能用台產 德國的1.74 送下去有沒有 不用多久 我就跑路了 因為 德國廠的1.74 有些比鏡框還貴 OK 台灣廠的1.74 畢竟我說實在的 我們附的這個鏡片 一定會是 鏡片公司的庫存鏡片 因為定製鏡片那個價格真的是 成本真的是高很多 我可以不賺錢 但是不要讓我賠錢 好不好 所以 庫存的部分 近式1300度 閃光200度以內 OK 所以高閃的朋友就是 可能會補到一點差價 但是 1300度 我相信 要超過1300度的人不多了 所以 1.74 台廠的1.74 就是 我們台灣的鏡片公司 1.74 近式1300度 閃光200度內 也是照上面這個價格 就是 10600 就是 像這隻就是10600 像 這個款式是 13600 所以 有來我們店裡面 配位已經知道 我們店的價格是很透明 就是我們上面的標價就是配到好的價格 當然 也有人就會講說 你們這個都沒有打折喔 你看 其他眼鏡眼都打幾折幾折 你們怎麼都沒有打折啊 OK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今天剛到的 它這邊有 之前這個建議售價我都撕掉了 我都嫌麻煩喔 因為剛到還沒有來得及吃喔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這邊的建議售價 有沒有看到 建議售價是19500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來看 可以嗎 19500 這邊配到好 只要14800 所以 其實 你說我們有沒有打折 以原廠建議售價來講 其實我們都有折扣過了 所以 不要再說我們沒有打折了 我們只是把折扣後的價格 直接寫出來 就不用在那邊進來說 這個金康打幾折啊 我們上面的標價都是透明的 OK 那我們來開始介紹一下 新款的這個三門規 我們先看一下 之前講到說 最完美配重的 它的鏡角這裡 細細的延伸 讓整個鏡框有彈性 後面這個配重的一個住件 讓它整體的感覺是這樣子 那新款的呢 它的鏡角做的比較簡單 比較極簡風 然後這邊一個 這裡一個金屬的純鈦的住件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看這裡 為什麼這裡有一條細縫 它這裡一小段 它這裡用一段Beta鈦去做銜接 就會造成怎麼樣 我們看這邊這個細縫 它會有一個 有點機械式彈簧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整支鏡框帶起來呢 它會是有彈性的 那再搭配 它的這個減壓筆電 如果這個筆電 各位如果說有配了這一款鏡框 要特別注意 筆電如果掉了一定要撿起來 這一副筆電原廠的報價 一副是五百塊 有點貴 所以看看以後有沒有其他副廠的會出來 但是目前原廠的報價真的蠻貴的 好那 有兩個框型 一個是比較圓的 這個是比較方的 那 我跟我們燕光寺都已經約好了 我配這個 它配這個 那我們再看 比較特別是框線 有沒有看到這個框線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設計 它這裡旁邊 有特別加厚 旁邊這裡很寬 而且 但是加厚上面 它的這個框線 用的是一個直條紋的勾槽 去讓這個框線 它雖然有加厚 可是視覺上感覺起來 它會變得比較細 所以看起來 那個加厚的感覺 就會比較消除 但是相對的 它可以去 什麼 修飾你鏡片的厚度 尤其是像 這個款式 這個 到時候大家 我會另外拍影片來介紹 我們燕光師 九百多度 它要做這一支 我們到時候看做起來的效果怎麼樣 再來呢 有沒有看到這裡 到這裡 這個我們在工廠的製作端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弧度 這裡比較粗 這裡比較細 這個比較過一刀 就是說 到這邊的時候 這裡再切一刀 那這個弧度就是 我們 如果這裡一個近視的鏡片 有沒有 它就可以去 跟著我們近視那個鏡片的弧度走 讓整個鏡框看起來 那個流線 還有它的整體的造型會更一致 當然 當然現在 我們還沒有去做 真的高度數的鏡片 到時候 我們可以拿我們燕光師的 或者跟我的 做起來看看 那我的的話 先預告一下 這一支 我要去嘗試什麼呢 那種 超短壘近帶的多焦點 當然到時候 我佩戴之後的一個心得報告 我會再拍影片跟大家做介紹 這是兩款新的三本龜 那這款的配戴舒適性 我們看一下 它的配重也非常的漂亮 完全自然下垂 所以 你高度計是上去之後 我們到時候 我們在做測試是什麼呢 加上鏡片之後 我800多度 我們燕光師900多度 加上這種度數比較高的鏡片之後 它的配重 是不是還這麼漂亮 到時候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所以 最後再跟大家再重複一次 就是我們這次的優惠活動 就是你 以萬聖這家公司所代理的 兩大日本框的品牌 Kiyoyamoto 跟三本龜 你 來店裡面驗配 他這兩個品牌的任何款式 如果你的度數不高 就是直接升級 三大德國品牌 蔡司 羅頓斯德 歐特 1.6非球面 那當然 這邊特別講一下 今天如果你的度數是很淺的有沒有 是那種 譬如說一兩百度的那種 的情況有沒有 我真的建議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個人看過 我覺得真的是最漂亮的晶片 羅頓斯德的1.5晶片 雖然說1.5晶片會比較便宜 但是 它的R倍數是最高的 而且羅頓斯德的1.5晶片真的很漂亮 那種看出去的光學的那種感覺 真的不一樣 如果說你度數不高的人 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們台灣度數不高的人 真的不多 所以大部分還是比較高 所以我們還是以1.6為標準 就是 三大德國品牌的1.6非球面 近是800閃光200度以內 再來呢 超高度數的人 就是台灣的廠商 1.74非球面 就是最高了嘛 近是1300閃光200度以內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各大公司的庫存晶片 定製晶片 那個真的價格太高 當然 你如果說 我想要一些比較特別的功能 比如說我要加綠藍光 我要加變色 或者是我的度數比較特別 需要用到定製的 我們就是補那個差價就可以了 所以 基本上算起來 以這三大品牌平均起來 至少可以省個 應該 三四千塊 有啦 應該差不多 平均起來 三四千塊 那 活動期間我們就到 就以一個月算 現在已經八月底了嘛 我們就到 九月底 就一個月 到九月底為止 好不好 因為這個長期賣下去 應該很多人會來找我抗議啊 所以 這只是 為了回饋代理商 這麼一個佛心的一個動作 我們做出了一個優惠活動 那當然 也希望其他同業 有賣這兩個品牌的 不好意思 請見諒 我真的就做一個月而已 就是 回饋代理商 對我的這個 這麼佛心的一個舉動 那 有喜歡這兩個品牌的朋友 也都可以歡迎來參考看看 那 款式不限定 我店裡面有的 今天 譬如說你三本櫃 你看到哪一個款式 你很喜歡 我沒有 我都可以幫你跟代理商訂 不用不侷限 我店裡面限貨 這個活動的目的就是 盡量幫代理商在這個月 多賣一些他的框 就這麼簡單 所以 這兩個大品牌 你看到什麼款式 你有喜歡的 我店裡面沒有的 都可以幫你跟代理商訂 時間會比較慢一點點 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今天這個 這個活動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